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放了他的左边啊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面签啊 面签把叮咛的碎屑日积月累就跟胡逆的似的 这个完全护在了骨膜的表面 这就是说 之前说到很多人这个拿面签捅的时候呢 放心大胆啊 真让他拿面签上药他反倒不敢了 其实这个就是说 面签捅到骨膜上的话啊 这个人是有感觉的 但是这个人常年捅 这个感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啊 把这个叮咛完全呼死了 都没察觉 就是觉得羊啊 越养拼命捅 这个耳朵一样啊 这个说过不像上百次了 耳朵羊跟外耳道里这个脏东西多与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很多羊的很厉害的人呢 有的当然有的是真菌啊 有的是湿疹啊 跟耳屎没太大关系啊 还有更多的人 最多的人就是耳朵里非常干净啊 但是这种羊 我一般考虑就是满虫了 按满虫处理 所以你拿棉签去瞎捅 没有任何意义啊 然后呢 我们很多同行喜欢开的一个叫 彭酸第尔液啊 这玩意儿 说实话 没什么实质作用啊 这个就里边有点酒精啊 点进去稍微有点沙 然后没有什么实质的治疗作用啊 长期使用啊 酒精对皮肤本身也是一种刺激 而且啊 而且有一些有骨膜穿孔啊 有些人的骨膜上是有穿孔的 这种病例呢 是不适合使用这个 彭酸第尔液的啊 反而会 滴进去 不是反而是滴进去会剧烈的疼痛啊 因为酒精进入到中二以后 对中二的粘膜刺激很大 很多第尔液是不能随便乱点的啊 有的时候像这种骨膜穿孔的病例 有明确有几种第尔液是禁用的 但是我们 哎 这个没办法 也有些痛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算不提这茬了 好 这就是一个在 有骨膜穿孔啊 很多人这个骨膜穿孔什么症状啊 如果是自幼的这种骨膜穿孔 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啊 除非说他平常长期流浓 其实更多的人是小的时候中二颜以后骨膜穿孔啊 到了长大成年以后 没有任何症状 甚至是说甚至是参加过游泳 也不是说必然每次都会出现耳朵的不适啊 直到有一次啊 刺激完了以后 流浓去医院检查 他才发现 他刚才这个病例就是啊 就现在正在操作的这个病例就是 这种病例就是严禁使用 刚才我提到的 胖酸啊 包括还有本分D2液 还有水阳酸D2液啊 这几种刺激性很大的D2液 都不能在骨膜穿孔的患者身上使用啊 那个点进去就怎么说呢 啊 犹如失恋的感觉啊 心如刀割 耳如刀割了 我们这就是 那这个骨膜还有个大窟窿啊 呃 这个刚才呢 是有一些真菌啊 这个就是 这个骨膜穿孔这个病例啊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啊 啊这个之前说这个麦浪啊 麦浪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面浪哈哈一层白面白面啊 全是这种白毛 治疗原则很简单啊 手动的去清理清理完了以后 局部打药啊 这个就稍微的麻烦一点 因为这种东西 嗯 真菌啊 不软不硬 正好介于咱们的硬菜 硬度之下啊 但是又不像是这个经过浸泡过的这种 当然有些医生习惯是先用D2液去泡啊 我呢就是能清理的就直接清理啊 残余的那点在泡 因为这个真菌你光喝泡 他也 泡不到哪去啊 还有就是浸泡完了以后啊 有冲洗的 同样跟前面是一个问题啊 如果骨膜是完整的啊 冲洗也到罢了 环泽罢了 如果骨膜有穿孔啊 你们就可以想一下就冲洗的连着这个真菌带着这个水 就全冲进中腕去 因为这种 瓦尔道真菌啊 跟骨膜穿孔也是容易同期存在的啊 有耳内镜的医疗机构挺多的啊 甚至包括一些这个叫什么休闲娱乐场所 也很多配的也有 我看到很多人给我发照片都有啊 但是这玩意 用它来做操作的啊 医疗机构就不是特别多了 有一些就是拿它做个照相机啊 拍个照片 然后开的药还是错的 哎 好吧 今天就是少说点这个 嗯 清理啊 把外耳道的这些真菌呢 大块的清理调啊 剩下再往上表花 像这种真菌咱们粉丝看的多的很容易自己就认出来啊 所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朋友 越来越多的朋友啊 呃通过这种简易的耳内镜自己观察啊 然后啊 当然有些典型的可以做诊断啊 有一些可能刚开始接触的看的少的也是一头雾水 我再强调一次啊 这种简易点耳内镜呢 我主张就是对于有耳科疾病的朋友啊 症菌啊 湿疹啊 外耳道胆脂瘤啊 中耳炎啊 有这些病例的朋友可以拿来自己观察啊 我是反对你们拿来玩自己操作的 很不靠谱啊 很不靠谱 先不说能不能清理干净啊 就是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造成损伤啊 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我使用的器械呢 都是经过长期摸索啊 而且操作的手法也都是训练出来 对普通人来讲这个太难了啊 你看就刚才这一下他就疼的 呃出现了闪躲啊 好基本上这个大局已定啊 这个骨膜的前下的夹角还有一些残留的真菌啊 对对对再再说一次啊 这周四停诊了 这周四停诊了 这个视频呢就用之前的吧 把之前的剩菜先热一热啊 会提前弄好 呃因为周四一早就出发了啊 去参加我们尔克的年会啊 参加尔克年会 所以我会尽量周三把这个视频 争取周三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按定期的 呃头条上有一个定时发送啊 周三做的视频 周四上次就是准备怎么干的 结果最后发的时候忘了点定期了 结果当天做好当天就发出来了 好像是哪天都忘了 有一期就是这样 发错日期的啊 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现做现发啊 偶尔赶上这种外出开会啊 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 会假装假装直播啊 哈哈哈哈 刚才这些病例呢啊 这个病例呢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骨膜上直接操作啊 这个是很危险的 别说你拿那个一两百块钱的 这个检疫装备啊 我就手里这种昂贵的医疗器械都挺危险的 好 然后往上表花啊 打药 这个药膏啊 打进去会有几个反应 一个是会有闷度感啊 明显的闷度感 因为这个软膏护在上面 第二个呢 会痒的比较明显啊 但好在这两个症状一般持续一天左右啊 就会逐渐消退 这种的话局部抗真菌药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远远是好过去棉签去涂抹或者是点这种抗真菌的盐药水 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啊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